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4月18日星期日的第一節 我們先去跟進本港的最新情況 話說有一名藍絲 在2018年 斥資160萬人民幣 買入了泰和集團 在珠海橫琴一個樓盤的樓花單位 這個單位原本 預定在去年10月交收 不過 如今一再延期 因為泰和集團 較早前傳出爆雷的消息 負債有2000億人民幣 如今這名藍絲蓋探 說投訴無門 信錯政府的大灣區夢想 在說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 為何這名藍絲 會選中了珠海的樓花單位 這名藍絲 自稱為陳先生 從事金融業務 在2018年的時候 他受到了大陸朋友的推介 親自去到珠海 參觀一個示範單位 這名陳先生就益術了 當時他深信 大灣區充滿前景 而且他選的屋苑 距離港珠澳大橋 只是兩分鐘的車程 位置就相當之便捷 於是 陳先生就跟他老婆決定 一不過就給了160萬人民幣 買入了一個 每層有86平方米的 複式樓花單位 打算用作度假 86平方米 換轉為尺數 即是925尺 而且這個叫做複式單位 即是 兩層加起來是1800尺 現在就叫做貪治德國貧 這名藍絲就說 政府當時 催眠式推介粵港澳大灣區 又說什麼一小時生活圈 他打算 跟家人可以間中上去度假也值得 他這樣說 現在當然來到夢醒時份 實際上 這個一小時生活圈 其實不是從你香港的家門口 去到大陸的家門口 來計算 而是從香港的口岸 去到大陸的口岸來計算 如果不是 那一小時生活圈 怎麼計算都計算不了 因為有些人 住在香港的偏遠地區 他要去到香港的口岸 分分鐘都未止一個小時 而且這個一小時生活圈 還要不計算等車時間 是由你上車的一刻開始計算的 所以這位陳詩英就不要表錯情了 好了 陳詩英去到買樓的第二年 即是2019年的時候 泰和集團就開始傳出了有資金的問題 我們又可以看看大陸其實有很多報導 都有說到泰和集團的負面消息 比如說 網易的 今年2月一篇報導就說 早在2019年 泰和集團就已經陷入了泥沼 到了2020年 泰和集團就更加 幾乎去到了 奄奄一息的地步 據說 這個集團已經到了內外交困 山窮水盡 萬劫不復的地步 哈哈哈 不知道 陳詩英看到作何感想 好了 在網上 也時常看到泰和集團破產倒閉的消息 當然現在還沒結束 然後我們又可以看看新浪財經的一篇報導 很新鮮 是15日的時候出的 這篇報導就說 資金危機使泰和集團 成為率先爆雷的規模房企 直到2020年12月31日 泰和集團以到期未歸還的借款金額 就是398億人民幣 尚未支付的利息就是67.4億人民幣 同時 泰和集團在北京 上海 福州等的多地項目 都陷入了停滯的狀態 所以 這一名的藍絲 估計都是要打定輸數 至於珠海的樓盤又怎樣 原來泰和集團就向珠海市政府 申請了延期到今年3月底 才交樓 而且又獲得了批准 但是去到3月31日 工程仍然是毫無進展 交樓就不知何時才能做到 在當日 有不少的業主 就去到工地外邊請員 並且又去到發展商的辦公室 打算是追究的 陳聲就說 有大陸的業主 曾經是找過珠海市政府求助 但是 他就指稱 說珠海市政府的態度消極 令到他感到無奈 他就說 珠海市政府就宣稱 延遲交付365天 發展商會賠償本金加利息 現在合約還未完 未算毀約 而在疫情期間 陳聲難以北上追究 目前 港澳和海外的業主 自行組成了一個微信的撫主群 群組裏面 有百多名成員 即是水雨 哈哈哈哈 估計涉及款項 超過一億元人民幣 這位陳聲就諮詢過大陸的律師 對方就跟他說 在過去同類的訴訟當中 業主勝訴的機會都很大 但是發展商一旦清盤的話 小業主 都是難以獲得賠償 這位陳聲其實就愚蠢 疫情期間難以北上追究 就算現在沒有疫情讓你上到珠海又怎樣 這樣就能夠追究得來嗎 這些流花爛尾可以說是半點不由人 實際上來說 如果一個人不是那麼貪心 走去一百六十萬人民幣 擺成什麼複式單位 千八尺的話 如果他是踏實一些 在2018年 他拿著一百六十萬人民幣 我猜折合大約一百八十萬港幣 在香港隨便買一座小價樓 到現在他都已經撿到笑了 在2018年的時候 當時凡是 六百五十萬以下的私樓 能夠做到八成按揭 他拿著差不多兩球 我當他扣三十萬出來 做印花稅 律師費 和給地產經紀的佣金 他還有 求半夜 還有一百五十萬 拿來做首期 以這位陳先生的經濟條件 他當時 去買一層六百萬的私樓單位 是卓卓有餘的 如果他2018年買了這個單位 來到今年 三年期間 要升一百萬 是毫無難度的 大家看看CCL的指數就會知道 升一百萬也不少 至少也升求半 好了 現在 他給了這一百六十萬人民幣出去 不知道會不會化為烏有 幾大機會 因為 又停工了 又不知道什麼時候交樓 你說這些是不是貪自得過貧 踏實一點 在香港買一層樓 已經是搞定了 你不用貪大 他都說是拿來做度假 這是他的借口 我估計他就是貪這個單位 那個甘心是夠小 可以一泡過 這樣 full pay 給了錢 他就去落搭 實際上來說 你說買樓花 無論放租哪一道 其實都是有風險的 不單止是大陸 就算你說英國 其實也有風險 因為你永遠沒有辦法確保得到 在你成功收樓之前 那家發展商是不是財政穩健 所以通常買樓花的時候 那個業主為了保障自己 通常不會一泡過給了所有錢 至於在陳詩這個個案當中 究竟所付出的160萬人民幣 是不是已經整個樓花單位的總價值呢 整篇報導就沒有說 反正他就說 付了160萬出來 那就不要緊 當買個教訓 現在這位陳詩 就開始慎笨了 他就蓋炭了 特區政府就只懂得推銷大灣區 吸引香港人北上投資 但是當他們投資是觸礁的時候 比如說樓盤爛尾 小業主往往是會求助無門 陳詩又批評 推銷完之後 又不解決風險的問題 難道要他去找中聯辦嗎 他就坦然是信錯政府 也都大大打擊了他去大陸投資的信心 他說 如果有朋友買大陸樓 他就說千萬不要買樓花 這一名陳詩 無非是因為自身的利益受損 才走出來 去批評政府 如果 他那層樓花單位是成功交收 他怎會這麼多聲氣 所以這些人哪有人可憐 如果他成功收到樓 然後那層樓價又大升 他又成功脫手 誰有這麼多聲氣 現在失敗了就想賴政府 想著輿論方面就撐你 真是在做夢了 這個樓花單位不是特區政府推銷給你的 是你自己自願銀河包 拿錢出來買的 更何況就是 現在有很多自稱黃絲的KOL 早一兩年都在鼓吹 叫那些人去買大陸的樓盤 大家心照 也有這些人 對不對 所以 不能夠完全賴政府的 這件事我認為是 不是政府握著槍 逼你去買這個 珠海的樓花單位 說千八呎 你自己都隨言三呎 你自己都很願意去買這個單位 你才會肯買的 老實說如果有 一百六十萬人民幣 我相信 作為一個理智的香港人 都應該把那些錢 留在香港炒樓 如果你有不常的經濟條件 不用去買這些什麼的珠海 現在要追悔也莫及了 當作買個教訓吧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